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實際上第一次做出了這樣一種題材 還原真實 外交官的撤僑 切成一片任務 撤離去了在邊境的中國通告 打動路途邊境通告 我在《萬里歸途》這部電影當中 扮演了外交部領保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員 這次飾演的人物叫做成老 外交部的一個新人 農尼亞大使館的政務參戰 嚴欣舟 張寧她是一個反教官 他們四個人是一個小分隊 負責撤僑 開拍之前我們看了很多書 追蹤了當時幾次撤僑之後的一些報告文學 這就是撤僑咱們的那個真實的照片 還有一些撤僑的一些新聞 野門烏克蘭撤僑 我們的艦艇上揮舞著國旗 唱著國歌 印象都非常深刻 我們在這之前做過 現在這個故事比較接近的一個原型人物 好多次採訪了 告訴我們當時的一些真實的感受 他的真實的情感 我們先進去最重要 進去了就感覺是能夠安全 是 外交部領保中心 辦公廳 甚至亞非斯 出一些他們的建議 我們的製造是保護同胞在海外的安全 而非自身的安危 深入去了解的時候 才知道外交官的撤僑實際情況上 遠比我們想像的要困難和複雜的多 沒有救援 沒有物資 沒有通訊 什麼都沒有 我們怎麼賣 在那麼一個亂世之下 我們在爹國的土地上 沒有武裝的權利 不能只是說真的跟人戰鬥 並且不要忘了 外交官也是一個普通的人 他跟我們一樣 都是有血有肉的人 面臨危險 面臨困難 他們也會有脆弱的時候 很多外交官真的在執行任務之前 你一封一書放在床頭櫃裡面 人都沒了 你告訴我 知道你是為什麼 但是他們身上已經有外交官的職責 我們代表中國大使館 來接到家 回家 外交官必須要在危險面前 把更多人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真的是靠整個國家的實力 和外交官的智慧 把這些同胞能夠帶出去 對外交部的工作人員 有一種深切的感動身受 我很敬重